嗯 我也不吃烟 重果体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吧 可能你也开启过激活过 但你又知不知你的重果体处于什么状态呢 会弱还是已经失去呢 我将会在6月份 举行水晶宇宙能量重新开启激活 重果体班 无论你的重果体是什么状态都好 我都会帮你开启激活 从而提升你的个人感知力和运程 还等快点来报名吧 鼠尾草淨化水晶 大家都听过 大家可能都会做过 如果我现在中间放一堆鼠尾草 旁边放些水晶 我点了它之后 你猜鼠尾草的烟会去哪一边呢 现在我们做一个实验 因为为什么呢 水晶越是吸负能量多呢 鼠尾草也都烧热了之后 它的烟会跟着有负能量的水晶 而是去帮它做淨化的 首先我们点了它 我们点了之后 大家一定要做的 就是冷气 我先关掉冷气 为什么呢 因为风一定会有一个方向 它关掉冷气 它的烟会很自然飘去某些需要淨化的地方 我们不要火 我们要它的烟 好 放下 我们要大家做一个测试 大家一起留意一下 咦 是不是很明显 是不是很明显 它去了这个 拉长石 正正这个拉长石 它已经吸收了不少负能量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放了一角 而那个角 是一些不太好能量的地方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个角 而它现在就可以看到去勢 它又不会去我这个前面 又不会去左边的黑瑶石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是新的 没有人气 没有接触负能量 而这个呢 这个就不断不断 那些烟呢 我现在说话要先按住嘴 让它那些风不要到处飘了 看到大家 很明显 在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烟如果它去的方向就是淨化负能量 好了 有得它笑 有得它煙份 直至到它的烟去回中间 集中在中间 就是说 这个淨化是完全完成了 我们现在试试出声 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些烟开始 比较在中间一些 我现在说话 我用手阻止风 但不要等它的烟到处飘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好了 这个就完成了 你可以知道哪些水清是可以有负能量 淨化到完成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验了